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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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大家好 大家好 好了,一個媒體公司,這麼大間 我會在互賣講 也沒有要求證 批勒啦 大家知道高雄選舉的時候有一個議題 但是這個議題沒有插起來 也不是說沒有插起來啦,因為 有的人教他,有的人沒有教他 他就這樣發生了,自連生成了 大家知道高雄賣的議題嘛,那個時候 已經選舉之前,我們沒有機會來講啦 但是其實你們可以搜尋高雄好過日 有一個文章 是我們相對的市長辯論的時候 在民進黨當來抽選的時候,有四個市長辯選人 那他們在辯論的時候,抽選辯論的時候,有一個交叉結問 在我的委員老四方問一個問題 他說高雄市長過去堅持公辦勢力重劃 漲價還說 市民共享 這個堅持十二年的政策怎麼會改變 那我認為這個題目,其實問了很專業,但是我相信大家不一定聽有 不一定聽有 那 最後沒有 我們有記錄啦 趙天林說,土地開發公辦委員結 我們要有彈性 他也說堅持土地正義 不因為民進的關稅 或是贊助 就對著個案來變經 變經 林大法委員他說 票變利益的輸送啦 要 市長要 決定啦 但是他絕對不會違反,沒問題 管理人是說 利益要整公 當選後 可以成立 土地正義這件事 可以減輕一百億的這個政府 那市長因此的人,我認為都回答不到點啦 啊 請自是 郎晟宏委員他自己問嘛,他自己回答說 其實過去10年 公辦都根 公辦,公辦重化的面積 有 3321公頃 你看那多大 那是嚴定部 跟前進區 跟新興區 跟林仔區 又跟前進區 五區喔 前進 前進 民生興 靈仔 嚴定 剛才公辦重化的這個面積 就這麼大 但是你怎麼想一件事 土地這件事 不是怎樣 放下去就自己有的喔 反太光看 不管 聽看看 不是說國王市有 現在政府開了 那全部的土地都國王市的 不會發生猛對不對 應該是怎樣 比如說 這裡本來就有住人了 但是他的住的方式 有可能是臨散的 譬如說 羅位不好 譬如說這個 基礎建設不夠 下水道不夠 如果這樣的話 他們就要由政府的這個力量來做到公辦重化 那公辦重化這件事 是怎樣很重要 就是說過去 因為日本時代 他幾月 幾月高雄 要住50萬人 喔 幾月要住50萬人 後來經年來多少 來70萬人 所以 快速發展 但是國民黨做一件事 他40年 其實不是說做一件事 他根本沒有做的事 他連續40年完全沒有變經 保持幾月 完全沒有變經 那你沒有變經的時候 他會變成 這個房子在學不會大 那學不會大的時候 他就沒有幾月 譬如說會怎樣 譬如說像三民屋就很明顯 他把很多的貨和皮疼起來 起床嘛 整個要住人 讓他可以接近市區 總共把那些貨全部都牽一牽 保持高嘛 明星路嘛 這個小地貨 他都把他們牽起來 那沒關係 非理因做就做了 但是有這件事 很嚴重是說怎樣 這個 他需要做公辦重化的時候 他有很多 第1是林散的 不管是基林地也好 還是說他是不夠方針的 譬如說我們看三民屋 三民屋他都四四角角對不對 三民屋的這個 後面那些什麼都四四角角 但是貴賓做樓的時候 他的房子都差不多不大 有那個行的這樣 有樓身的 絕民路跟平路 台順路 就 像那些藝術家在圍堂這樣 所以他的樓市價位 其實國民黨的樓市價位做了很壞 甚至是頂義沒有做 他就是去去去去去去 很多房子 不然有一條樓這樣 三樓就不會用了 那 那 因為那個時候 那是貴賓區 市來就對了 那 他發電的過程 慢慢要 向館區來發電 他要買幾個好 或是 已經有人住的地方 都說 不然我們怎麼整理起來 人家有一個問題是 官市合併後 高雄的林口 僅僅四千人 僅僅四千人 但是 市區的定位一直增加 一直增加嘛 那 標示 這個 可以大的 符合到三四幾個的地 會越來越多 可以使用到交通工具 或是台中文書 可以比較利便的 這些生活款 會越來越大 過去 江湖市是 學長市 從北角落到南 這樣 長的嘛 增加十幾個月後 一直蓋到洋山那裡 所以 江湖市 官市合併後 他媽媽來 政地 定位 政地 定位 那 全台灣 我們知道定位區 最有名的就是 台中的七級 包括 這個 台北的信義創劃區 這都是定位區 定位區 一個很重要的事 就是說 定位區 定位區 內地 其實是沒有恥富的地 其實是沒有恥富的地 這是什麼意思 你知道嗎 我說一個很粗糙的比例 就是說 這庫裡已經有人增加了 100%都是 輸人的地 有可能是農地 有可能是 抗地 有可能是政產 已經有去家 家储在那 那 市府要說 這地我感覺不錯 但是你這樣 你現在 你繼續 使用下去的時候 如果 如果 下水道 或是說 交通 學校 公園 你都沒有 處理的 你這片 第一其實就是 一個 荒廢 因為你個人 譬如說我個人 我有這片 我有一片 30公頃的地 好 但是我裡面 沒有 市府來幫我 賭三天的 我不知道 我要怎麼蓋那些東西 我也沒有說 沒有人蓋房子 我就是 算 什麼模擬市長 所以要怎麼處理 這些東西 市府來整個公辦重化 就是 市府來協調 不管是一個地主 十個地主 甚至一千個地主 來 我跟你說 市府來跟你說 我們要定位 你們 未來 你目前地是只有一片地而已 十個人 當然是有十個地主 好 你們一個人 關十八號 就把十八的地關出來 我會去公園 我會去學校 我會去交通的建設 道路頂頂 啊 這個十八的地 定義是怎樣 是不是定義關 讓政府 那 因為政府給你處理後 公辦重化後 你的地主 你論上會蓋嘛 再來你要蓋房子 還是要蓋房子 要怎麼蓋 那你們家的事情 但是問題是 市府一開始有這片地 沒有呢 這幾片百分之百的地 都是輸淋的地 輸淋的土地 那 你現在 定位後 譬如說有十八的地 拿出來給政府 政府 你拿這個地沒有好 所以他要賣掉啊 對不對 他要把這十八的地賣掉 這叫做什麼 這叫做 廢什麼廢啊 抵廢地 抵廢地 抵押的地 廢用的廢 廢板的地 抵廢地 你的抵廢地其實是怎樣 本來就是把那個 頂尾庫的人 把他收回來 再把頂尾庫的這個地 百分之十的這個地 再賣出去 賣出去 賣出去之後 他的經費要怎麼 用來欠的 這個叫做 市政清明化歌基金啊 那個基金 用來做其他 頂尾庫的頂尾 所以 這個頂尾的 規制 市府不但沒有出錢 也沒有出土地 但是他要用他的行政主項來幫他做規格 來幫他做基礎建設 做了之後 讓他區可以怎麼發展 不管是未來有商店進來也好 有騎駕進來也好 有公文進來也好 有學校進來也好 都好 尤其對市府來說 他就是用他行政的主項 下去把這些政策 政策給他們 看他們要去出還是撒毀 那把這個原本把財主接收回來的財賣了 這件事就叫做抵廢地 抵廢地 那問題來了 我問你 這個抵廢地你覺得有可能賣很貴嗎 理論上賣 因為那也不是他的錢 那不是市府的財啊 那個財不是用來扇散好下來的 他是用要怎樣 把那區的財 消灑後這樣而已 把那些錢用來做這道的建設 或是後一道的建設 如果有幫他就欠在某一個固定的基金裡面 市地重劃的基金裡面 來做一個建設 來做一個更多的市府定位 因為過去十幾年 這個民進黨政府他在做這個公辦重劃的時候 做一個很強 環圍很大 那環圍很大 其實等下我會說 減透的方便 但是問題他買這個桌 你把這個桌 你把這個桌 拿來 這個 政府原本所有的 甚至是本來就是你要第一的 介紹比較高的東西 南參做會 南參做會 平均 所以得出一瓶三 七萬這件事 關鍵時刻做最不好的事情就是 他在這瓶裡面 我也要主持人來賓 他找一問王世堅說 欸 高雄市一倍三十七萬 這個要賣 結果王世堅因為他不知道他說那個要差嘛 那他就說 喔 三 啊這個 三十七萬 三十 六二一倍三十七萬 甘願去借 甘願去借利息 不要賣啦 我在正午 那個東西你不賣 你也賣賺錢了 你不賣 他也不省的 他也不會有利息 而且你不可以賣 那不是你的地 那不是你政府的地 不是你我 高雄市民的地 那叫地費地 那個地費地 是沒有什麼負責其他事物的地 三十一會說的 啊所以 你如果要做一個節目 要跟人民說 喔 高雄賣賣的狀況是什麼 我告訴你 中華區 那些人叫胡志強 台中的政治長 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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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 買到了 賣的 我認為這是非常不專業和不得到的考驗 那你說公辦創劃這件事 因為他說的只有這件事是背後這件很小的事 但是背後其實有四個方式可以背後 可以調整到台北 就是說土地不是只買賣而已 它有四個方式 一種叫做調整持有 調整持有有可能是跟國營需要或是跟這個關股的公司來調整的持有 就是說我跟這個 其民某個地方有可能一片公司他要來用 但是裡面有很多人來調整 調整持有它的增加還是減少土地 這是第一種 第二種叫做交易稅率 房地產的政策有這幾種 一種叫做調整持有 一種叫做交易稅率 那再來是控管建物釋出 還有一種叫做控管土地釋出 那到底剛才是我們說的公有地釋出 抵廢地也還有一種叫做重劃政策 但是這個上就是看那些包裝 所以抵廢地其實主頭到最後都不是其負做善 不是什麼頂一人還是三百年前的 什麼對一個政府流下來的 那都不是 抵廢地就是 整個月來換土地回來 所以把抵廢地賣掉 本來就是市府不可以調整 在本地產政策的一種方式 所以如果連這些基礎 基礎的地勢都不知道 那你把抵廢地和那個 市府的那三個南山做 我認為這這樣 對老實討論政策 一點幫助就沒有 那再來 如果如果是用基金黨的角度去看這個 公辦重劃這件事應該怎麼做 我來講 其實民眾政府做了 我們認為最嚴重的問題是怎樣 因為定位後生近 但是關西那邊只有4000人 這標示什麼意思 就是說 我可以住在雷宿企區的類似區的地方 還是說我可以站很多人的地方 可以享受在社區裡面的地方 的環圍越來越大 那你越來越大 但是你人不住得會稀釋 什麼叫稀釋 比如說過去我們都在三道路 那這條路還是先幾天那裡在玩 但是因為就 我們把這個 重劃去優惠大 人的所謂包括彼此罐巨蛋 甚至是更紅的未來 可能叫頭 公山頂頂 那這樣 本來因為你人不住家 你人不住家 你可以住的地方 它有開之後 你的人越來越少 你消費人越來越少 那包括到火車頭 包括留學市 或是怎樣在地的人越來越少 就是因為過去 本來透過交通也好 或是透過 因為大家人都住在 這堆堆或是床裡邊 但是你把它扭開之後 因為這份接著也不夠順 包括現在這份有可能還要成功 所以整個通牌的計畫 如果要檢查 我第一件事要檢查 就是當初是 這份叫也好 或是民進黨政府也好 或是陳菊市長也好 沒有把清潔堅持給好 明明時間是會有的 選舉進程可以蓋掉的 因為200人控制 你不敢蓋 你們選你出來 就是要讓你蓋掉的 你沒有堅持下去 我們現在要在那邊控制 這是我民進黨政府 可以做到更好的地方 但是 這不可以這樣讓人耗盛 因為為什麼 你做了 你經過了太快 人不正常 雖然它可能是 一些基礎建設 給未來的 我們會有很多人 大禮的時候 不像台春路一 這樣殺到不去 有可能是 為了這個幾個 為了這個幾個 但是你們越來越多 西式化 學術名詞 叫做甜甜圈效應 人家促出你 啊你始終新電路起義 所以這蛋白蛋黃 絕對可以人參與 如果蛋白蛋黃 人家在說 這就表示這個人 混蛋 高雄的政策 一點點就不滿 三個話不說 關鍵司機 如果你有做功課 你可以了解到 這些東西 其實是這樣來三星的 你不在節目裡面 營養 觀眾還是營養 來賓公一百三十七萬 你可以聽好去 和其他 的關係比較 這些 你絕對不是最大的 問題是 那個東西 本來就不可以 撒在含 你持有本來就有的 台幣了 你把 你把回收回來的東西 和一個新的東西 加起來除以二 啊說 我們那個高雄的 平均很低 啊 根本就完全不是屬性 那裡本來就不是市政府的 所以要檢討 要怎麼檢討 未來 公辦定位的時候 民黨政府 過去做完 就是 你把定位庫 擴大的時候 你應該要把交通的建設 加起來 你應該把上定位 整個加起來 我想雖然有做 但是 現在不會有 換政府啊 還是說做完一半 做不到 還是說這些 八卦公司 他起不來 啊 甚至是未來有可能這份 車手也要換 其他的名字也要換 但是 絕對不是 絕對不是說 他在擴張的過程 啊 去做定位庫 啊 那裡的 把人民放回來的賣 把人民放在裡面 還賣給人民 這件事 賣給建設這件事 叫做 賣地 賺錢 甚至 在政府裡面 有人懷疑民黨貪負責 欸 議會都有公開的紀錄嘛 市府都有公開 這個支出的費用嘛 啊 人民沒有時間 賺錢 想要討由媒體接受到信心 結果媒體在那裡炸梯 不做公開的 別做這波啦 說人家這家村已經很比喻 一個蠔小市 哪有在那裡殺到我賣賣 啊 你媒體 寄這個 也要做一些專業的事情出來 對不對 如果你如果不知道這些地方怎麼算 你可以請教嘛 網路可以查嘛 Google也可以查嘛 不然你可能會去問一下嘛 啊你帶方向你選情要用 啊你到選後 還要來努力 就記錄到我們高雄人 對不對 啊我們這做 有做功課的 有 有 想要讓政治專業法的情何以堪啊 我知道你們一天要找一個題目一天就能說很困難 我我我我完全了解 但是如果你在做節目的時候 你不像你的專業放在 節目優先喔 節目的收視率頭前喔 要把事情做好 你都用收視率優先 啊明天三個都不說 啊這樣當然是真的一個好的媒體的節目嗎 那是一個好的媒體人應該要有的態度嗎 啊 到底怎麼知道抵廢地是什麼意思 啊 啊市府買的台和抵廢地 南參作會不會 說一般三十萬 你好意思 對不對 你會僵對到市府去買的台 啊說啊你 你有的不應該賣什麼 你就僵對性的來講嘛 你要整個大題目下去講嘛 你全部東西參作會講 啊說了又說一般 喔 說了又沒有專業 啊其他平面媒體就開始說什麼 賣粥散 賣粥散 那就不是粥散啦 那櫃瓜 那不用很厲害 那櫃瓜有上色 櫃瓜有滴色 手機啊 你怎麼google就賣 說這種豪宵的出來啊 啊就比較專業 比較用心的嘛 對不對 一個節目 做作會要多少 一個主持人行來賓 領了多少錢 我也尊貴通告啊 對不對 你花那麼多錢 說一個節目出來 結果裡面不知道是到底這業配還是 政治的氣動 誰在學不會講 我最後再重心解釋一遍 在選前我們沒有機會來講 但是我們有做功課 去查高雄好規律 很熱 很熱 我是覺得很熱 我在留言裡面有了一名文書啊 那是 今年年初 今年年初的時候 民進黨指定総算辯論裡面說的 說到公辦重劃這件事 劉士方委員說高雄的公辦重劃已經 降到3350幾公頃 因為這些重劃拓張得太快 我們基進黨的觀念 不是說你拓張的過程 有可能是增加你的容量 增加你的容量 切割紅色的這些秘籍住宅區 你因為你把幽氣幽得太快 包括會比較到日本大樓 包括上面到這個 公山橋頭 因為他本來可能一片地 上面只有四間農舍 或是說四間房子 但是你把整整整理你的 用公園 用一個公園 用一個學校 把你蓋一個十字型的道路 你裡面可能可以蓋幾千人 可能蓋大樓 所以在本來可以蓋四個人的所在 讓他變成兩千人 這個過程 就叫做公辦重劃 因為你拓張得太快 老房子蓋了之後 沒有人放進去 所以我們認為 在擴張的過程 你一站一站 譬如說這裡有30萬人 我們就用一個積穩 那30萬人用一個積穩 但是我相信因為 台灣的政治的環境 包括中央來的董高雄的政策 包括高雄自己本地 對著政治就沒問題 所以 他在擴張的過程 他的幾位 坦白說我不是民眾 我真的不知道他在做好 但是擴張得太快 做生意 把人都搖開 這叫做甜甜圈效應 給本來古市區 覺得很老人在那裡的人 因為 本來可以蓋四個人的 所在變成 可以蓋大樓 蓋四千幾個 所以在這個過程 人中都搖開 古市區的人 感覺包括火車頭 六合市 會感覺說 生意都會越難做 人都會越賺 但是這個像人不減賺 他是窮開 其他的地方 可以做建成說 整個高雄市區 盡量最大化 這是其中建成 裡面其中有一項 叫做抵廢地 就是 本來就是 那四間家的老闆地主 跟你們說 這四間家 你們這片 湯匙 可以拿一些給我 關給持護 我給你整個 幫你蓋大樓 幫你蓋大樓 幫你蓋公分 幫你蓋好 那這個過程 叫做抵廢地 這個抵廢地 是完全 不是持護的地 而且他要專款專用 我抵廢地收回來 我不會讓他當持護 自己的地點 再拿來用 所以抵廢地 必須要怎麼 找時間賣掉 他流下來的那些錢 可以作為這道的建設 或這道的建設 甚至是公辦創法的基金 流下去 繼續去使用 所以抵廢地的計劃 和他們想要團答 給觀眾 這種扭曲複式的方式 就是 那一邊什麼 七萬 趙英文王世堅 王世堅說 這要查 如果查出來 是三十七萬的 如果這樣 我們未來 是不是應該省起來 不要賣 生日式也好 問題是那個東西 不可以省嗎 反正 世間那樣他放在不知道什麼狀況 他就不說了 問題是 你做一個節目 不可以這樣做 每天要有每天的得到 每天要有每天的專業 做一個政論節目 你記者要有基本的功課 我認為這已經是專業沒有專業沒有關係 這是當中的問題 這是良心的問題 所以未來 如果有人說 你們高雄市賣桌 三六百雄 三歲 你就拿去 我那篇文章給你看 不然 你就說 你如果不可以利益 又沒有衛生 又沒有特色 負負地的價格 絕對不能拿來 跟 市府賣桌 來比 我記得 林農事業或是中島那裡 賣一萬 一百二十萬棋條 那已經很誇張 那 那 如果要配分 我們的配分方法 我認為市府賣桌 因為那些都有紀錄 不管是議會 年底要去議會 或是公體政府 都有幾個公開的議程 在裡面 集數在裡面 大家都可以查 那 如果你們要檢查 那個 價格的問題 要檢查 不應該 這我相信 包括其實我知道 有很多的社運團體在做 我認為那就是專業沒有做法 那你如果做這波 你不可以去請教那些團體 包括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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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你用比費地 來 這個人參賽會說 我認為這是很沒水準的事情 我認為關鍵時刻 是一個 很沒水準的 這波 像這樣 感謝大家 我說不對 我這個 人在網路 大家可以討論 那時候我開這麼多 做這麼多通告 啊 說這些話 我一句說不對 這個大家就拼了 對不對 這不可以好笑的 所以 我們自己說話 就想說 啊不要好笑 啊因為很多人在看 有可能 包括 選頂的人 有的 可能 大家出社會 因為不知道什麼 原因 就能這樣進步 你會想說 啊好好說 不要說白菜 不要說好笑 不要說 不要多客氣 誰會不會說 鄉親不知道 叫什麼東西 教他 我跟你說 不要嘲笑 未來 如果還有嘲笑 說一句 我頂一道 我選賣金很贏 啦 比較少人 做一個 這個地方 我們地形 老師 像這樣啊 拜拜 上去 上去